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赵燕炳,我是英国的电视测试专家 这就是海信最新旗航电视2018年 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 海信在CES2018年有很多很先进的电视机 第一名就是150寸的4K激光电视 它是可以从墙壁14寸照出150寸的画面 其实它有3500个Lumens,蛮亮的 因为使用激光可以到达25000的操作时间 因为他们用两个色彩来操作那个激光 红色彩和青色彩可以到达差不多99%DCIP3的摄影区度 海信还有跟Harmon Cotton一起说出声音 大众的反应非常热烈在CES2018年 海信还有U7跟U9的电视机进行欧洲市场 U7是用测背光 然后有50寸,有55寸,有65寸 价钱十分便宜 可能50寸799磅 可是在世界杯的时候 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杯的电视 它的价钱可能会跌到599磅 十分的便宜 大众都可以买的一个电视 U9就是比较先进 有量子点,有直背光 然后有1000个区域分派 价钱还没有肯定 65寸的可能会3500磅 然后75寸呢 不知道价钱是什么 你可以看得出 它的形状非常特殊 有闪亮的制度 还有一篇新闻 就是海信可能会在欧洲 在英国发出OLED电视机 可能8月9月时候可能会上场 这是赵燕冰在CES2018年报告 假如你喜欢我的报告 请按压喜欢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